明明去抓鸡,却要拿钞网穿水裤 明明要喂鸡,却要花小船捞口粮 明明是养鸡,却要请鱼儿来搭伴 奇怪鸡,奇怪养,一年赚出千万财富 科技院马上为您讲述 欢迎来到由政大独家冠名的科技院 让我们共同感受农业科技的魅力 湖北省孝岗市的戴国郡 它养的东西很特别 它是既会水里游,岸上跑 还会天上飞 这东西还是当地夜宵的抢手货 常常供不应求 它养的究竟是什么呢 湖北的盛夏天气非常闷热 这大晚上的,戴国郡让记者穿上水裤 拿上抄网,这怎么看都像是要去捕鱼啊 这不鹅吗?鸭子,它还会飞呢 你从这边我就跟着好不好 这水也太深了,而且水很烫 到了现场,我们看到戴国郡养的东西成群的在水里游 急了,急了还会飞 这也不是要捞鱼 这看着,倒像是一群水禽呐 你确定不是鹅和鸭,这是鸡吗? 黑肥鸡 没听错吧,这一般级的羽毛 不像鸭子羽毛能够封闭水的渗入 所以根本游不远 戴国郡却说,眼前这些就是黑水鸡 这也抓不着啊 下面水越来越深了,都是泥啊下面 哎呦,我衣服真碎了 脚底都打滑 哎呦,我抓着一个 我抓着一个 抓着一个 看着根本不像一只鸡 顶头这么个儿吧,有点上个鸟 然后又会飞又会 舔着又会飞又会油的 啊,它还有卓人呢 哎呦,我舔着 不光会卓人,这爪子还会挠人 它水明到底叫什么呀 这叫黑水鸡 黑水鸡 对 哎呦,刀刃看着 哎呦,这很猛啊 戴国郡告诉我们 黑水鸡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能见到 在我国的华东,华南,西南等地都有分布 黑水鸡 对,就是黑水鸡 特征的也比较明显 就是它这个就是红的 好,好 很厉害,知道吗 这么凶吗 对,对,对 鸟缸,荷木类管,央鸡科 水是它最爱 黑水鸡非常喜欢水 没事就喜欢在水中游一圈 在水里这姿势还挺美 它们还能在水中一边游泳,一边觅食 说是它是鸡,但是它喜欢鸡 鸭子鸭,以外喜欢水 所以有点像水鸡那样 对,对,对 不过这细细的爪子上也没有谱 怎么就能游得这么稳当呢 原来在游动过程中 它的尾巴和头颈前后跟着摆动 帮助它掌握方向和平衡 尾巴会顺着游动方向 同步一撅一撅的 很是可爱 不光会游泳,它们的飞行能力也不错 你看飞行速度还真快 扑腾扑腾的,飞得还挺远 它们还会着水上飘的功夫 它们还会着水上飘的功夫 黑水鸡 黑水鸡在当地最受欢迎的吃法就是烧烤 它的烧烤方式和羊肉牛肉切丁串串不一样 这是烤整只 黑水鸡也不大 三四百克正好一人一只 淋上明油 把黑水鸡烤至双面金黄 撒上孜然辣椒 冒着香气滴着热油就出炉了 来来烤焦,烤焦 这边鸡子已经进满了 这个说明这个味道非常好 肉是很紧致的 很鲜、很嫩 全部都是瘦肉 就好这个,特别到位 那么好奇的东西 肯定要经常的过来了 几乎我们每个星期就过来吃 在当地的夜市上 一直烤好的黑水鸡价格 在八九十元 并且不是论金 只论个卖 校感是当地的黑水鸡 大部分是由戴国骏的 养殖厂提供的 而能大规模养好黑水鸡 戴国骏也是付出了 很大代价的 2007年 戴国骏就开始了 大规模养殖黑水鸡的尝试 当时养黑水鸡的 几乎都是小规模 养个十只几十只 还没有人大规模养过 也没有人能给戴国骏 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规模化养殖 一下子有上万只要养 问题就出来了 第一个难题 就是不知道该给这黑水鸡 为什么最合适 刚开始养的时候 戴国骏也是按照肉鸡的饲养习惯 给它们喂人工饲料 但是后来发现 这黑水鸡很不喜欢吃饲料 饿得没办法 才灼上一两口 并且吃完饲料后 还拼命地喝水 四处寻找其他东西吃 为了一段时间 大部分黑水鸡都消瘦了很多 甚至还有体质差的 慢慢就死掉了 很明显 给肉鸡吃的饲料 并不是黑水鸡想吃的 那该给黑水鸡 吃什么呢 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 戴国骏就在养殖场旁边的池塘 仿照自然环境中 黑水鸡潮穴的样子 搭建了一个棚子 让黑水鸡自由活动 自由觅食 同时观察它们的饮食习惯 经过一段时间观察 戴国骏这才明白 黑水鸡喜欢的食物 羹鸡吃的差别很大 这黑水鸡喜欢吃的 会是什么呢 早晨七点 戴国骏就要带记者 去给黑水鸡准备午餐 不过他说得带着船 为什么要带着船去呢 我们在那个外面看着那个黑水鸡嘛 它的那个浮瓶上面 脑子里面沾沾 在我们查了一些资料 它是一些杂实性 对不对 它吵也吃了 这浮瓶也吃 浮瓶是河道水面 常见的浮生植物 只要是在温暖潮湿的环境下 它靠种子分株 都可以快速繁殖 你看这一网 你看没有 基本上我们每天都捞 每天都捞 这长的速度是不是很快 就是今天我们捞了之后 明天又把它铺满了 明天就能全铺满 要捞一袋 就让你进去吃一袋 说明它繁殖速度快 对 打捞完浮瓶 戴国俊说 这还不够 还要再去捞点别的东西 再来一袋 喂 这个大铺子的干什么呢 我住着就去啊 你的那个大铁多人 小铁 小铁可以啊 我来出三几千斤 过来过来搞这儿啊 要一人呀 一人要啊 一人不关我马牌的 我们那个不管要 你我们还要服务品 过来服务品和水货都是三毛银金 三毛银 大小铁那还搞几百块钱呢 对 一定估计搞个四五毛钱搞的 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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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搞人 搞我 搞我 这水葫芦你也要啊 我要 要要 这让记者更惊讶了 盖满河道的浮瓶它要 这河道杀手水葫芦它竟然也要 浮瓶和水葫芦在很多地方都不受欢迎 因为这两种植物繁殖太快 很容易覆盖水面 而且一旦覆盖水面 就会大量消耗水体中的氧气 水中的鱼等生物很容易缺氧死亡 最后导致水质恶化 不受很多人待见的浮瓶和水葫芦 却受到了戴国郡的喜爱 这浮瓶水葫芦跟黑水鸡的买食 有什么关联呢 他的习性就是喜欢吃这东西 而且是浮瓶的 这个用我们农村的青苔 知道吗 就是青苔 而且还有秋叶 或者水深的昆虫 都渴 他都喜欢吃 戴国郡每天让工人去打捞 一个是比较新鲜 保证食物的质量 也是为了方便饲养 最主要的是 吃着浮瓶和水葫芦 对黑水鸡是有好处的 浮瓶中含有多种维生素 而水葫芦中的氨基酸 蛋白质含量很高 这些都有利于黑水鸡的生长 再加上浮瓶和水葫芦 口感很细嫩 黑水鸡就喜欢这个口感 自从把饲料改了以后 他们吃得特别的欢食 尽管外面已经40摄氏度高温 他们依然吃得很起劲 而这些鸡的食量也不大 一天也就是能吃40到50克食物 食量可是普通家鸡的三分之一 这一转口还带来了额外的惊喜 养殖成本竟然大大降低了 我们鸡因为吃掉的话 一个鸡的成本是三块一个月 但是我们要是用浮瓶的话 这个鸡节约成本就不太多多少 戴国俊说 这些浮瓶水葫芦本身不花钱 它要付出的只是少量的人工成本 并且黑水鸡还更加健壮了 随着养殖规模的不断扩大 食物问题是解决了 又有新的问题出现了 养殖数量异多 黑水鸡特别爱扎堆 不愿意活动 这可对于肉质大有影响 该怎么让黑水鸡锻炼锻炼身体呢 矮钻岩的戴国俊 发现了一样好东西 我带你去看一下我们的玉米地 你这玉米地还上门了 哎呀 玉米地里你也放了黑水鸡 你把黑水鸡放在玉米地里来干啥 因为它好玩吧 第二个它里面的虫子 它喜欢吃这个玉米上面的杂种 这玉米地 就是戴国俊为黑水鸡准备的别墅区 黑水鸡来到这里 一下就撒开了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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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100平方米的场地里种了5000颗玉米 比平时玉米地种植的要蜜得多 玉米杆长得高 黑水鸡为了能够吃到玉米 就会争着来回地飞 不经意间就得到了有效的锻炼 让它们吃吃玉米粒 补充天然的蛋白质和维生素 玉米叶富含多糖和多种氨基酸 黑水鸡有了更为丰富的营养搭配 戴国俊说 这准备的别墅中还有宝 玉米地下这蚯蚓也成了美味 这玉米地不仅给黑水鸡吃上了营养餐 还让它们有了充分的活动和锻炼 在这么好的环境中 它们恋爱也很惬意 自己谈恋爱 自己配对 心情好了 产蛋数量也多了 黑水鸡一般一窝都能产上8到10枚蛋 经过18到24天的孵化 一个个小生命就诞生在我们的眼前了 这一只大概有多大这一只 这两个月它外面马上就开始长出羽毛 这还是绒毛 对对对 外面还有一层黑色的 还要再长一层 还要再长一层 长黑色的 看到养殖成果的戴国俊 很快从1万只 一下扩大到了20万只 就在养得越来越兴旺的时候 新的问题出现了 水越来越脏了 黑水鸡是从小就离不开水 在这里吃 在这里喝 还要在水中游泳玩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他们平时很爱干净 吃完饭还得洗澡 梳洗羽毛 排便他们一般就是上岸 连排便都要上岸 这水怎么就会脏了浑浊了呢 污染源是从哪来的呢 原来不管白天还是黑夜 黑水鸡都爱去水中玩 在岸上的时候 粪便会粘在脚上 这一下水 粪便也就带进水中了 这么庞大的黑水鸡群 来来回回的 水质可不就坏了吗 这水清理得不及时 很容易出现挖肚子 甚至死亡 这该怎么办呢 戴国骏想过勤换水 可是换了一段时间水 就受不了了 每个月换个三四次水 用水量很大 成本很高 不划算 能有什么办法 既能让水质保持清洁 代价还不高呢 后来戴国骏他们就想到了 要找群特殊的水体清洁工 这边来到这边哪个人的 这边就放哪个人 这是白莲 这是胖头鱼 活力十足 这鱼 这条好大 这是什么鱼 这是五畅鱼 刚饮长脏水又食五畅鱼 说就是这鱼 来 106斤 师傅我快坚持不住了 来 1 2 3 这装鱼装了这好几千斤 累得喘不过气 每过三个月 戴国骏就会和师傅们 在养殖黑水鸡的池塘中 下网捞鱼 这些鱼可不单单是 为了卖钱而养的 他们就是戴国骏 特意请来给黑水鸡 做水体清洁工的 1 2 3 水污染后 戴国骏也想了很多办法 因为面积太大 都不合适 最终他们想到了 能不能用生态的办法 以鱼制水 水肥了以后 它就浮游生物特别多 特别多以后 我们就加鱼 就吃浮游生物 可以起到一部分的 净化水的作用 水体表面的草渣子 草鱼就解决了 池塘中剩下的粪便渣子 肥了水 藻类等生长速度就快 生活在中上游的 帘鱼是典型的 绿石性鱼类 耗的就是藻类 而黑水鸡和鱼类的 粪便正好又被生活在 水体底层的鲫鱼 解决干净 上面游着黑水鸡 水里面住着三层鱼 一亩池塘一百尾白莲 一百尾白莲 花莲五十尾 下面我都是鲫鱼 为什么要这么搭配 它的空间就充分利用了 充分利用起来了 放个鱼苗 长到四五斤到 池塘里面的 正好适合了那个位置 再长就不长了 一亩池塘一百尾白莲 五十尾花莲 再配上三百尾鲫鱼苗 上下游合理搭配 这鱼啥也不用喂 靠着黑水鸡 鱼长大了变钱了 水质也干净了 一举两得 戴国俊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养殖的二十万只黑水鸡 一年能够至少带来 一千二百万元的收益 水中游的鱼 一年能够上市十万斤 也能带来两百万元的收益 戴国俊一年一千四百万元收益 是轻松入炸 养黑水鸡 消纳了河道中过剩的水葫芦浮平 混养又解决了粪便对于水质的影响 这种模式既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又保护了环境 小编提示你啊 黑水鸡需要在清洁的淡水中养殖 养殖前 您要对水源考察清楚 好了 如果您想获得今天节目的相关信息 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联系方式获取 感谢您关注由正大独家冠名的科技院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她是产自新疆的一种凶猛肉食鱼 而如今她却来到了江南水乡安家落户 养出60元一斤的梭炉鱼 科技院下期讲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